您好,我是张宁 据路透社报道 川普昨天下令分杀89家中国企业 因为这些企业与中共军方有关 可能向中共军方提供军事技术 中共这些年来正在不遗余力扩大它的武装 从而对自由世界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与威胁 这次制裁的很多对象与中国的航空业有关 我们都知道中共自从胡锦涛时代 就开始全力发展大飞机 不过它制造的大飞机 迄今还没有获得多少业务 因为太危险了 所以这就使得中共更加疯狂地想要盗窃 波音公司 还有美国的其他的军工航空技术 美国这项制裁禁止 以上这89家公司 在购买美国的商品和科技产品 而在这之前不久 大概也就是十来天十几天吧 也就是12号 这个11月12号 川普刚刚宣布分杀 有解放军背景的30一家中国企业 包括中国的这个一些运输公司 传播公司等等 这显示了呢 这个川普呢 决心与中国脱钩 因为以前呢 美国很少出现如此密集的制裁措施 这些制裁行动呢 是对中共的最新打击 它只在 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 另一方面也是表明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就像对待当年伊拉克的这个态度一样 这些制裁都在提醒跨国企业 要加速从中国撤退 否则的话 一旦美中处在一种热战状态 那么到时候你想策就来不及了 就只能把企业扔给 扔在中国 扔给共产党了 另一方面呢 这个也是对中共的一个迎头痛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通过病毒战 通过这个就是中共病毒 把这个把美国搞得受伤 另外呢 中共又支持黑命贵运动 安提法运动 而最新呢 又支持民主党的极端分子 在这次大选中舞弊之后呢 中共认为美国已经处在混乱状态 所以最近的这个行为呢 比较嚣张 不久前中共呢 要审查所有的这个香港民主派议员 我们都知道审查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中共说 你有资格担任议员 OK 你就还是议员 你没有资格 你不仅不能够继续做议员 你将来甚至都没有在竞选的机会 因为香港政府呢 就说呢 我有权来审查所有人有没有资格 这是很荒诞的 我们知道真正的民主选举 政府根本就没有审查资格 就像这个这一次美国的大选 如果川普有审查资格的话 他就会说 拜登啊 你这些人啊 都没有资格参选总统 那岂不是乱了套 那简直就是对民主制度的一种讽刺和罚苦 而现在中共正在香港干着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现在香港已经没有任何民主可言了 因为立法院里边 所有民主派议员现在全部辞职了 剩下的都是中共的根辟虫 也就是说呢 就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 最近不到一个月 中共就把香港立法会变成了中国人大 变成了中国政协 变成了一个就是橡皮图章 不仅如此呢 中共还在继续的这个打压 成存的民主力量 昨天呢 香港众志的这个秘书长黄之锋 副秘书长周庭 以及香港众志前主席林朗彦 都受到拘押 受到当庭问询 而且呢 不准保释 这些措施以前都是很罕见的 因为香港呢 有英国人提供的那种保释制度 就是一般来说 你都可以回到家里接受审判 因为这些人呢 显然回到家里面 对社会不构成任何危害 这样呢 他就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来跟律师协商 怎么样为自己辩护 所以这项制度呢 有效地保护了这个受到起诉 或者受到审判的人的利益 在英美呢 是普遍现象 在美国 不管多大的暗热 一般来说都是允许保释的 就说只要你交足够的保释金 所以说呢 中共现在呢 又开始把这个中共 在中国的那一套制度呢 正在推广到香港去 连保释权都要逐步的剥夺 因为没有保释权 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就没有为自己辩护的能力了 我曾经受到中共了十多次抓捕 其中有五次 都是两年以上的这个监禁 人一旦被抓进去 关在看守所里面 处在一种高度拥挤的 受迫害的这个状态之下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为自己辩护 你甚至与世割绝 你甚至一无所知 孤立无援 就像呢 被关入这个牲口盆的牲口一样 你怎么能为自己辩护呢 而且呢 不仅如此 对于像我这样的这个 民运人士 是关进监狱以后呢 无法为自己辩护 那些商人就更惨 因为他们本来有很大的这个产业 一旦被抓入监狱以后 不仅不能为自己辩护他的财产 很快就会被遭到大家 包括他以前的生意合作伙伴 当局的各种爪牙 还有零零种种的这个人物 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势力 很快就把他尝尸 一空 我以前在中国监狱里 遇到很多这类的问题 就是很多商人一进监狱 等到半年一年 即便是证明无罪出来以后 就发现自己的财产已经不翼而飞 甚至办公桌都被人也给搬走了 中国就是这个样的可怕 这个字 中共的这一套司法制度呢 是继承了传统的中国司法制度 因为中国传统上就一向 只要上级一声令下 就先抓人抄家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把你的家给抄了 文革当中是抄家 实际上现在中共办案 也就是抄家 你比如说对任志强抄家 对这个不久前的重庆企业家 李怀庆也是抄家 民意上是冻结 现在比过去好听一点 过去是直接了当的 就把你的家产给抄了 还没有定罪 就是说呢 审判还没有开始 只要一声令下 就抓人 就抄家 其实现在呢 也差不了多少 这套制度一旦在香港推行 那就意味着 英国人辛辛苦苦 努力了150年 所造就的民主制度 和英国法治 还有这个 对港人的这种自由 都将荡然无成 香港呢 可以这么说 很快就会成为第二个上海 成为中共 农意下的一个 悲惨的城市 而且呢 中共呢 给这个 黄之峰等人的罪名呢 是2019年 未经批准的集会 那这么平淡的一件事情 2019年 我们知道是 那一年呢 很多时候都有 集会 都有抗议 都有游行 都有示威 你怎么能用这个罪名 来审判他们呢 这也显示 这个 就是香港当局 已经无所欲为了 我们让我们为香港人民祈祷 不过呢 香港人民现在呢 恐怕是处在一种 回避的状态 就是说 他们不愿意再为 自由民主奋斗了 过去一年多的奋斗呢 主要都是香港的一些 有理想的青年人 和一些呢 这个 像苹果日报老板这样的 黎智英这样的 少量的这个成年人 大部分人呢 都还是采取一种呢 就是观望的这个态度 这样就注定了 中共呢 要抓住机会 就是现在 美国没有足够的能力 来制衡中共的时候 对香港人民 开始下手了 好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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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